今年的星空真美 我看史书上记载说 九州的星空会在一夜之间 变得面目全非 所有的星星 都不在它前一日在的位置 可是好像自打我出生以来 这星星的位置便没变过 星空真的会改变吗 既然史书有过记载 那应该会吧 只是我们不一定会看得见 你看 那颗星 好像忽然又变得明亮了 那是清雪 是星空中 少有的大星 很多人说 它代表的是 这一代东陆帝王的命星 陛下的命星 那如今这颗星 突然变得明亮 是不是说明陛下 可以春秋鼎盛 精神强固 应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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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颗星空中 说什么 汤前自命人 闯入了军营 软禁了贺瑶 如今正在集结旧部 可能打算攻打天启 事发突然 城内官兵只有两万余人 陛下已经下令 关闭城门 随时准备应战 汤前自竟然如此冲动 他这次竟然想孤出一职 现在天启兵力薄弱 陛下肯定会令各州府 所有的刺史出兵 但是刺史不是军队出身 他们的反应有快慢 现在最快的方法 就是让越州的陈赫然出兵 但是我不能陪你去 我知道 你要先赶回天启 咱们兵分两路 即刻出发 我与汤前自共事过 我知道他是个聪明人 若是为了权谋 他不会接根而起 他心里有提栏 我想他是为了树荣飞 你放心吧 我一定会尽快赶到 你一定要等我 你要小心 你要小心 驾 我知道 帝国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